司法官員27人貪污 我們法官跟檢察官 假期大概2000多人 判斷黑數在罰 7.75 如果用8去乘以1.5 正確數字應該是12% 電視節目上聲援律師張靜 直說司法貝勒有12% 資深媒體人黃月宏 還說檢察官辦案有人收回 有個法官退下來 他跟我說 講這5%到10%會不會太過分 我說1000個檢察官 有50個人在拿錢這樣過分嗎 我說這個數字不過分 但沒想到節目中爆料 卻讓自己惹來拳腳相向 他來的時候在門口 先笑嘻嘻的說我認不認得他 那一看到門打開 他天真就變了 我先打我左臉俠 然後再用拳頭揍我肚子 因為在辦公室 辦公室很小 我一看他凍出 我就趕快把鐵門打開 要離開辦公室 4月6號黃月宏在辦公室 遭到一名男子毆打 左臉和上腹多處挫傷 他自行偵脫到醫院驗傷 恐怕還有內出血可能 回想當下他說生死一瞬間 打人嫌犯還嗆聲要他 別再講 警方調查現場追查可疑人士 不過嫌犯疑似熟悉環境 刻意躲開監視器 名嘴節目上爆料司法黑暗面 不管事實為何 嫌犯動手打人 還是得接受法律制裁 謝謝我想昨天自拍報道 出生了